哈囉大家好,我是腿 各位在玩悠久之術的時候 應該都會發現角色非常好練 但為什麼強度卻升不上去? 是因為有很多玩家還不熟悉這款遊戲 只要刷盾挑戰跟素材關卡 完全忽略了兩個超肥的限時挑戰 而強化角色真正需要的素材就在這裡面 才會導致角色強度沒有辦法真正的提升上去 那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那當角色達到60等之後 要繼續提升個體能力 除了同調以外就是技能了 強化技能需要兩個道具 一個是螺旋藍圖 另一個是弦練樞紐 要獲得這兩個道具 就只能通過挑戰裡面的試練遺跡才有辦法 那這個試練遺跡每個禮拜都會刷新一次 最重要的是挑戰過程不會消耗任何APP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免費的強化寶庫 它的玩法可以透過這個免費銀行者 隨機幫我們挑選關卡 那掉落素材就很有可能是我們要的藍圖跟樞紐 強度非常簡單 就算是新手也能輕鬆完成 每打完一關都會跳出隨機buff讓你挑選 如果不喜歡隨機路線 也可以點這裡選擇特殊領航者 那特殊領航者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來選擇 輕鬆的路線 或是困難但獎勵豐富的路線 甚至是精準的完美路線 但特殊領航者就需要到遺跡商店 用備論模組去畫 那這個備論模組就是挑戰遺跡試練會給你的代幣 另外每個禮拜結算時 還要依照自己的積分 給予一定數量的備論模組 那關卡獎勵可以點掉落規則這邊來查看 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選擇想要的路線 每一關的獎勵都算非常豐富 建議一定要打好打滿 那由於藍圖每個禮拜能獲得的數量有限 所以我會優先建議集中投資隊伍裡的重要角色 一隻一隻培養起來會比較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難度比較高的虛速回廊 這個關卡一樣不需要花費任何的體力 一個月會重置一次 玩法非常簡單 就是不斷的戰鬥上去 但是不可以使用支援機甲 一共有50層所以對強度有一定的要求 那獎勵方面包含抽獎券、炫金石這些大獎以外 還有一堆體力藥水跟各種強化素材 最重要的是現在介紹的兩個模式 目前都有幫水屬性角色增加BUFF 對於泳裝夏至來說就是最好的發揮場所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內容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其他細節部分我也會盡快講解 如果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大的鼓勵 我是腿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